兄弟们欢乐加入大师65级日月吊尊大佬 他叫我最稀有的鱼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我今天就给你们来提一下一下 这位呢是我们粉丝 我们现在已经是好友了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就这个吊手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主意啊 他这里他的称号是日月吊尊 我的天哪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他这个鱼竿全是100级的 就两个一级的 什么100级的 100级的要多少的那个 探布和那个金币 起码好几亿 要好几亿啊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买的 不是这个探布是个金币 是开开宝箱或者做任务得的 等于说这个东西一个100级 起码就1000多万金币1000多 都是只能通过这个宝箱才能开出来的 100级的鱼竿是真的很稀有的 我现在最高就一个89级的那个最高 89级的王者柜了 我现在最高的是这样子啊 然后给你们看他他最稀有钓的鱼 他最稀有的现在是一只3S14万分的摇钱蟹 我死鬼 我就这张3S的对 哇塞这这个这个什么地图能掉出来知道吧 这个是白令海白令海是吧 还有一个是3S的黑武士 这这这个我有的 我黑武士 我这是7万分A加的这个 他13万多哎 13万3S 那他比你难掉多了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双S的 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个就是锈炉啊 这是一条鱼 这哪个就这个 哇这个鱼也好看 这个是奇珍 这个不稀有不稀有吗 嗯 这个鱼好难看啊 你看 这个也是白令海的 白令海的 这个好像一个好像这个超巨型 超巨型是吧 很大了 哇塞 那他是这位粉丝就这条鱼了 嗯 哇可以可以 然后他的 鱼货总数是1万 然后总重量66.4万斤 嗯 陈浩鱼一共有1000多条 一他是钓了很多的 哇塞 陈浩鱼就是典藏其增超级增加起来 一共1000多条 那有没有觉得他已经玩大概一年左右了 啊 有没有 差不多应该有 然后他体力 体力就是用来钓的体力 他已经差不多将近用了30万了 然后金币已经花了10亿而已 哇塞 那那他就他就玩了115天 我差不多就玩了60多天 他玩了115 115天就有这个成绩了 闪卡152很有实力 那他是非常有实力的 绝对是有实力的玩家啊 然后小朋友 还有一位粉丝是60级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他的账号 这个是第一个 星巴巴巴星666的 那给你们看看 他的称号是鸿蒙钓地 哇塞 鸿蒙钓地这个名称也好听哎 嗯 对吧 来看一下他钓的什么鱼 我去他什么鱼干 等一下 我看这位粉丝他那个 主界面这个 他这里没有他没有挂 这位粉丝肯定是很屌的 我给你啊 怎么了 他这个图标 然后图标全版的 黄金啊什么 黄金白铃海啊 这个这个是那个亚马逊 什么意思 等于说他这个地图里面 黄金版 这种标就是一个地图毕业 才有一个标的 然后这种黄金是最稀有的 比如说这个白铃海 然后这个是 佐罗亚啊 这个是黑潮溪的这个 然后这个这个是那个什么大大宝礁 啊 看这种是不是黄金的 哇 索罗亚大宝礁 那这个也 这个这个都是都是很难调到的 但这位粉丝没有刚刚那位 调杆没有刚刚那位好 因为这个粉丝就只有两个100级的 后面是89级 但但是已经这个也是要销很多金币的 100级的是很稀有的预备 满级满就100级 这个可能有点 刚刚那粉丝全满级的 应该油温应该也是很好的 但他这个标志没在那 看下他什么已经 他最高的也是一个3s的邀请器 哦 那也就差不多了是吧 也是这个也是这两条 还有个暴风雨的啊